李先生今年60岁,已经步入了退休生活,每日清晨,他都会前往公园漫步一小时,坚信走路是维持身体健康与活力的良方,多年的坚持让他的血压、血糖、血脂都保持在正常范围内,远离了慢性病的困扰。 某日,在公园的绿意盎然中,李先生偶遇了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友,两人相谈甚欢,然而老友却透露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他最近被诊断出膝关节炎,行走变得异常艰难,甚至需要拐杖辅助。 李先生对此深感意外,询问其病因,老友叹息着说,他同样热爱走路,但可能走得太快。 太久,太过疲劳,忽视了关节和软组织的保护,从而导致关节磨损和发炎。 他进一步提到,医生特别告诫,年过六十的老年人在走路时应当注意,三不要,以确保更健康地行走。 一,为什么走路是常受药?走路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运动方式,它能给身心健康带来诸多益处。 走路能锻炼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降低高血压,关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走路也能增强肌肉和骨骼的力量和柔韧性,预防骨质疏松,关节炎等骨关节疾病的发生。 走路还能消耗多余的热量,控制体重,维持血糖和胆固醇的平衡,预防糖尿病和高脂血症的发展。 走路更能缓解精神压力,改善心情,提高记忆力和认知能力,预防抑郁症和老年性痴呆的出现。 因此,走路被誉为是一味常受药,它能有效地延缓衰老和增加寿命。 有科学研究证实,每天走路30分钟以上的人比不走路的人死亡风险降低了20%,每天走路一小时以上的人比不走路的人寿命延长了3、7年。 上了年纪的人应该根据自身的体能和健康状况来制定合适的走路计划。 一般来说,建议每天至少走30分钟,可以分成几次进行,以达到全面的锻炼效果。 这30分钟的走路可以是适度的步行,以每小时4公里左右的速度前进,这是一种既健康又可持续的步行速度。 然而,并不是所有上了年纪的人都能达到这个目标,有些人可能需要更少的时间。 而有些人可能要更多的时间。 重要的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反应和感觉,不要过分追求特定的步数或距离,以免造成不适或损伤。 如果有特定的健康问题,如心脏病、关节问题或其他慢性疾病, 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确定适合的走路计划。 医生可以根据个体的情况和健康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建议,以确保走路对健康产生最大的益处而不带来风险。 最重要的是保持持续性,让走路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维持健康和促进长寿。 二、年过六时,走路牢记。 三、不要。 一、不要走得太快,老年人的心肺功能和体力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如果走得太快,可能会导致心脏负担过重。 引发心悸、气喘、胸闷等不适。 因此,老年人走路时应该以自己舒适的速度为准,不要超过自己的极限。 一般来说,每分钟走八十到一百步左右是比较合适的速度。 二、不要走得太久。 老年人的关节和软组织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退化。 如果走得太久,可能会导致关节磨损、肌肉拉伤、肌膜炎等损伤。 因此,老年人走路时应该根据自己的体能和健康状况来确定时间。 一般来说,每次走路二十到四十分钟左右是比较合适的时间。 三、不要走得太累。 老年人的免疫系统和恢复能力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弱。 如果走得太累,可能会导致免疫力下降、感染风险增加、伤口愈和延迟等问题。 因此,老年人走路时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体反应和感觉。 如果出现头晕、恶心、出汗、口渴等信号,就应该停止或减慢走路,及时补充水分和营养,休息恢复。 三、六十岁以后,坚持走路可以延缓衰老。 真的假的,生命在于运动。 这句话相信是很多人都相信的。 特别是对于六十岁之后的老年人来说,适当的体育锻炼的确对身体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好处。 因为相较于其他运动,走路的运动强度更低,因此也就更适合不宜激烈运动的中老年人。 那么,养成坚持走路的习惯真的可以延缓人体的衰老吗? 首先,走路作为一种有氧运动。 尤其适合老年人,一般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心肺功能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下降。 而走路能够适当增加人体的呼吸交换,锻炼肺部的呼吸功能,增加人体的血氧交换,从而帮助老年人维持心肺功能。 而良好的心肺功能也能够保证人体有充足的气体交换,使血液能够携带氧气等营养物质及时供给到全身,加速人体新陈代谢。 人体细胞的加速更新就会使得人体长期保持充足的活力,起到延缓衰老的效果。 其次,老年人养成走路的习惯会增加运动量,从而减少脂肪在人体内的堆积,起到减肥,控制体重的作用。 同时,健康的运动能够增加人体内高血糖素、皮质醇等激素的分泌。 这些激素能够帮助人体调整睡眠,减轻压力,有利于内分泌的调节。 美国退休人员协会杂志在2021年发布了一篇关于走路锻炼的文章。 该文章也通过科学的论证总结了走路锻炼给各个人群带来的诸多好处。 文章研究指出,40岁以后,相比于每天走路4000步的人群来说,每天走路8000步的人群的死亡风险降低了约51%。 总体来说,走路作为一项锻炼简单一行的运动,对于老年群体来说能够长期坚持,达到锻炼健身,减少疾病的发病率,从而起到延年益寿的效果。 虽然走路有诸多好处,但其实走路也分为快走和慢走两种。 不同的走路方式之间带来的健康收益也有所不同。 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些研究来了解二者之间到底有何不同。 四,走路快的人和走路慢的人。 两者衰老年龄或相差16岁。 看研究怎么说,走路的快慢通常和个人习惯有关,但是作为一个小小的个人习惯而言,往往不被人们所重视。 但是目前有很多研究都从影响人类寿命的因素进行研究,发现走路快慢的不同与人体衰老之间的确存在联系。 美国梅奥诊所学报研究显示,相比于走路较慢的群体而言,走路较快的群体要更加长寿,其平均年龄要多活16年左右。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对47万名老年人进行了为期7年的随访,结果发现,那些走路较快的女性,其平均寿命大概在86,7岁到87,8岁之间。 而男性朋友的平均年龄相对较低,大概在85,2岁到86,8岁之间远高于走路慢女性的72,4岁和走路慢男性的64,8岁。 从以上研究结果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男女,总的来看,走路快的人比走路慢的寿命多约16年。 不过,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认为,老年人在走路时应该要慢慢地行走,不能着急,这样才能更加健康长寿。 然而上述实验结果却明显与我们的常识相悖,这其中又有哪些事是我们需要更改认知的呢?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就是以上实验当中所谓的走路快。 只是相对于老年人自身的运动水平。 简单来说就是,老年人的行走速度仍然处于老年人正常的行走速度范围, 并不是要求老年人忽略自身状况,盲目追求速度。 在此条件下,科学家们发现,走路快的人在行走过程中会分泌更多的肾上腺素。 我们大家都知道,肾上腺素具有调节人体水盐代谢和平衡的作用, 同时还能够兴奋交感神经,当大脑、心肌、血管和平滑肌的交感神经兴奋后, 则会出现血液循环加速、心率加快等情况, 这就能够提高机体的代谢率,有效促进人体燃烧脂肪。 另外,快走时,人体血液循环加速也会使得分散在人体各处的内分泌线被激活, 使得体内激素的生成和代谢加快从而保持在健康水平, 从而预防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内分泌疾病的出现, 有效降低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一定程度上延长老年人的寿命。 我们也需要知道,老年人所患的一些疾病病因就是缺乏锻炼。 通常情况下,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下肢肌肉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退化, 尤其是下肢部位,所以很多老年人会出现难以站立和行走的情况, 也就输于运动。 而走路较缓慢的老年人虽然有一定程度的锻炼, 但是对于肌肉的锻炼程度却远远不够。 不过,对于走路快的老年人来说, 在行走过程中会更加充分地调动身体中所有的肌肉群, 使全身运动系统整体处于比较兴奋的状态, 长期以往会使得肌肉得到充分的锻炼, 下肢肌肉供血,供养逐渐得到增强, 其衰退的速度就会逐渐减缓, 所以下肢肌肉衰退的减缓会使得老年人能够有更加完美的身体状态, 进行走路等相关运动, 这也能够增强老年人的信心, 使老年人能够持续地坚持运动, 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养成健康的生活, 运动习惯, 也就使得人体衰老速度逐渐减缓。 五、最科学的走路姿势是什么? 科学的走路姿势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走路时要保持挺胸抬头, 收腹夹臀, 双肩放松的姿势, 让身体呈现一条直线, 不要驼背, 前倾或侧倾。 走路时要用宽部和大腿带动小腿和脚, 不要用小腿和脚尖发力, 这样可以减轻膝盖和脚跟的压力, 增强臀部和大腿的肌肉。 走路时要先用后跟着地, 然后用脚掌滚动到脚尖, 再用脚尖推动身体向前, 这样可以提高走路的效率, 改善血液循环, 预防足底筋膜炎等足部疾病。 走路时要让双臂自然地前后摆动, 与双腿呈现对称的节奏, 这样可以增加走路的平衡性, 调动上半身的肌肉, 促进呼吸和心率。 走路时要让双脚指向正前方, 不要内巴或外巴, 这样可以避免对髋关节和膝关节 造成不必要的扭转和损伤, 走路作为一种简单而有效的运动方式。 对于年过六十的人来说, 依然是一种有益的长寿药物, 然而,为了最大程度地享受走路的益处, 年过六十的人需要避免走得太快, 走得太久,走得太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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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吁詐一下